大家好,童文辰突破,童文辰我是童文勋 我們今天還是回來談一個大家好像看起來不太有興趣的題目 就是法界的人都知道的 司法界的記者也都知道的 就是這個被號稱為地下檢查總長的陳立童 陳立童這個名字呢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應該是個女性的名字吧 其實不是,她是一位男性的教授 那她的這個畢業的學經歷怎麼樣呢 我們就來看 其實她是英國威爾斯大學的法學博士 又是一個英國的博士 現在我們因為蔡英文的關係 我們現在對英國的博士 其實沒有一種機構效應了 就是看到博士嘛 留英的博士會有一種肅然起敬的這種機構效應呢 事實上已經蕩然無存了 我們甚至懷疑說 LSE啊 是不是像這些英國這個學校呢 他們都有一種什麼樣的 類似企業專班 類似在職班的這樣的一個學歷 發給,專門發給啊 這些來自於 亞洲啊 東南亞啊 非洲啊 這個 或者是 拉丁美洲啊 這些 他們認為不是西方 就是G7這些國家 好的學生 甚至在英國人來看啊 他發給這個意大利的學生 或是法國的學生 恐怕也不在話下 他會傾向就是說 我不是很嚴肅的來看待你的這個學術的能力 我只是發一個文憑給你 OK student就可以了 我就把文憑發給你 我們現在懷疑 他們是不是也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在職專班啊 所以對於英國的 現在只要是來自英國的這個學歷啊 我們其實心裡可能就會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陳立童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把它拿出來談啊 除了他是法界長期以來 大家所 這個覺得 有些人是敢怒不敢言啊 那有些人是看了很久了 這個羈押在心裡呢 其實就等著爆炸 那因為在5月16號 總統府的駭客們流出的這個 所謂的推薦名單裡面 我們在法界這一塊呢 我們就一再的發現 就是說有一個人啊 對於整個國家的這個 包括哪一個系啊 系所的主任啊 推薦給推薦誰啊 我們一再發現這個陳立童的名字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在蔡英文論文門的問題上面寫過這個作文比賽啊 然後擔任台電的這個董事之外呢 現在又撈到一個中央社的董事 假期 他們 各別或是共同推薦的人 那我所知道法界看到這邊 這個清單啊 一片哀嚎 所以我們請導播進來 完完整整的把 這個 總統府啊到現在沒有確認啊 這個裡面有哪些東西是正確的 哪些東西是變造過的 可是媒體所披露出來的這些資料呢 我們把它 把推薦的名單把它蓋掉了 但是推薦人應該沒有問題吧 以及推薦到哪一個單位 沒有問題吧 我們把它公開在這裡 我們看到這些全部的名單 我們把它慢慢走一邊讓大家看 大家感覺如何 這樣的一個教授 他在幾年中間總共收了301個學生 這是有論文的喔 已經拿到學位了喔 譬如說嚴大和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前檢查總長嚴大和到今天為止 孩子是掛在海洋 國立海洋大學的博士生的名單上 他還沒有教出論文 至少我沒有看到他的論文喔 整個清策裡面還沒看到 他還有很多學生 收進來的學生 到現在還沒有畢業 包括陳其同所收進來的學生裡面 我們的手上的名單裡面 還有一大堆是檢查官 他為什麼專收檢查官跟法官 讓他們在公務的忙碌之餘啊 可以就近就地的進修 拿到碩士的學位拿到博士的學位 所以其實國立海洋大學因為地利之變 有很多敗在陳其同名下的這些學生啊 是基隆法院的法官 或者是地檢 那這些人呢 我們曾經盤點過了吧 包括這個 不只有一些人從台北市啊 直接開車到基隆去上課 很辛苦啊 而且在職專班的學分費啊很高 所以他們付了高額的代價 然後希望能夠在職進修 其實應該要鼓勵這樣子的一個精神嘛 是沒有錯的 有些人確實即使是在職班啊 在職專班他們是很認真在上課的 那當然有些人不是 他就去換一個學位 但關鍵在於 教授要怎麼做嘛 你怎麼看待你 承接這個工作 你是要做育英才呢 你對學術的 你應該要有尊重 你尊重自己也尊重學術 尊重學生 然後也尊重這個學校 那這擴及到整個社會 是尊重這個社會 我們對於文憑的信賴是什麼 因為機構效應嘛 結果現在因為機構效應 所以我們對國立行大學的學位 打一個問號 對於其他真的認真在讀書 學生來說是不是不公平 所以我們回顧一下 前幾集我們講了陳立童 他所說的學生裡面有哪些人呢 最高官位的 我認為應該是檢查總長啦 所以就是嚴大和 然後再來呢 我們的內政部部長徐國勇 好那同樣在法界的 還有一些是 這個法務部的證次啊 這都是非常高的位子了 再上去就已經是部長了 包括陳明堂啦 陳守皇啦 黃河春啊 那黃河春是高檢署的檢查官嘛 還有蕭養龜啊 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然後 除了這一系列的名單之外 好 我們就來回來看蕭養龜 蕭養龜啊 他們一門三傑 包括他的太太 陸窮 包括他的兒子 就是 造勢 駕車造勢逃逸的這個蕭賢倫 他都失從陳立童 所以我們請導播進來 可以看到陸窮他所寫的這個題目 以及 蕭養龜的兒子蕭賢倫 所寫的題目 那為什麼都一定要找陳立童呢 陳立童所指導的這個題目啊 包山包海啊 範圍有多大啊 從青少年犯罪 這是刑事案件啊 然後 還有伊斯蘭國的國際法人格 還有五國組織犯罪法 像陳明堂所研究的呢 是國際公約在國內法制研究 還有跟人權相關的 然後 像陳索彭所研究的是普遍管轄 這包山包海這樣大的範圍都能夠做啊 所以陳立童 你光是看他指導哪些學生就知道 為什麼他有一個地下檢查總長這樣一個稱號 那下一段我給大家看啊 我自己看的下面我是覺得很驚訝 今天是要去口試還是要去野餐呢 陳立童的口試的這個現場啊 有多麼精彩啊 我們下一段記得 拜拜 你喜歡嗎 看成多於幾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們回到現場 我們請導播直接給我們看一些相片 這些相片其實看起來還蠻驚人的 就是我沒有想到說 我們會在整個口試的現場看到這些東西 那有一張相片 我們要請導播把在台上 被口試的這一個當事人 以及那個內容投影片上面的內容 要把他給馬賽克掉 就是盡量去個資 你看這個桌上放的禮物 這是要幹嘛? 最後給口試委員帶走嗎? 看起來就是三大袋有沒有 他就是三大袋的禮物 三個口試委員嘛 所以應該是要給口試委員帶走的 然後另外桌上就擺了這些食物 我看有哪些東西 水果 然後應該是名產吧 看起來像是綠豆糕 然後有 看起來是蛋黃酥 然後還有一些堅果 那當然還有飲料嘛 那蓋在蓋子裡面的還不知道是什麼 也許是龜靈糕 看起來像是龜靈糕 然後禮物就是一整袋的鳳梨書啊 然後佳德的 看起來是佳德的鳳梨書 總共三大袋嘛 這一看就是要給口試委員的啦 然後一排包括 不只口試委員桌上有 包括這個 咖啡 然後 這到底是在辦party 你一邊在聽口試的這個內容 聽這個 被口試的這個 碩博士生在說明講解 那你也要提出問題 怎麼桌上還有這麼大的空間 可以去擺放這些食物 你還真的吃得下嗎 比如說你在吃蘋果的時候是不是會發出聲音來啊 在這樣的一個場合是不是合適啊 我其實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口試的那個 他讓我回想起以前 看過這樣的笑話 就是說 有一些這個口試委員啊不是很認真的在做口試 那所以 傳聞已久所以有一個口試生呢 他有一天 博士生啊 他有一天他在他口試的時候呢 他就帶了一瓶非常貴的這個葡萄酒 然後這個葡萄酒呢就擺在那個 講台上 等到整個口試通過了 他都沒有說明就說這個酒是要幹嘛的 可是下面的口試委員呢好像魂不守舍 每個人眼睛就是一直飄到那瓶酒上 那後來 結束口試之後確認就是讓他口試通過的時候 就問他說這瓶酒是要幹嘛的 他就說那口試人就說 我在我的論文裡面的第幾頁 有埋一個這個 說明 就是說如果你有發現這個注釋的話 然後 只要告訴我這個注釋 就這瓶酒就是 就是你的 這個意思是說其實有很多口試委員呢 並沒有認真的在指導他的學生 他並沒有認真的把 他應該要讀完的這本論文呢 通篇讀完 就是大略翻一下 所以埋在注釋裡面的這一個彩蛋 他就沒有發現了 所以呢 那個最後就是大家面面相去嘛 就是本來教授 口試委員呢是在 碩博士針要通過口試的過程中 是要去折磨這個碩博士針的對不對 就沒有想到被反將一軍 我其實很久之前看過這個笑話 那就沒有想到我們看到的是口試的現場 我覺得 準備一個咖啡或茶應該是基本的 學生的禮貌嘛 禮節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排場的話 我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如果你們有其他的學校的口試的這個現場的相片可以提供的話 也提供給我們參考一下 會不會像 陳立同 會不會像國立航大學這麼誇張 還是說國立航大學他們的說不失真的這一個 口試的現場呢習慣就是這樣的一個場面 這個我不知道所以我需要各位觀眾朋友如果你手上有資料的話請大家提供 那國立航大學 的這個 拜在這個地下檢察總長阿同師的名下的人還有哪些人呢 除了我們講過的這個徐國勇啊 我發現說這個 在徐國勇的名字下面啦 就是排序很接近 徐國勇呢在 如果你用這個 陳立同的名字來檢索的話 整個名單他是第63個他所指導的博士 是第63人 可是第65呢 這個也姓 姓徐 名字叫做 徐慧雲他是碩士生 然後 他的題目是什麼呢 國會比例代表制之法理研究 國會比例代表制之法理研究 以習 議習的正當性 正當代表性為中心 所以他連 屬於選舉議事的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陳立同一樣可以指導 從刑法 指導到行政 指導到 這個國際公約 這個包三包海 通通都可以指導 那 所以一門雙結 拜同一個老師 這個 應該是要傳為家話吧 所以除了肖養歸 全家 都拜在 陳立同名下之外啊 那徐國勇、徐慧雲的婦女呢 也都是陳立同指導的 所以 這個 讓我們頗為這個 這中間一定有訣竅的 就是到底為什麼都一定要找陳立同 一定有原因的嘛 那除了徐國勇在基隆可能有地利之變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台北啊 要基隆這樣通車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 然後為什麼一定要拿這個學位呢 我們也覺得蠻納悶的 從今天來看 陳立同的所有的學生 裡面到底有沒有真的認真在 做學問的學生啊 我們可能還要再進一步的去比對 不同的 這個學生的論文 如果有人有更 進一步的資料可以減少我們檢索的這個時間 以及判讀的時間 我們會非常的感謝 就陳立同的問題呢 我們能夠追到哪裡 我們就追到哪裡 那另外就是 他還指導了這個婦女黨 全家黨 還有另外一黨 這個是 基隆地院的法官 好 基隆地院的法官 陳志祥啊 連他這個 太太啊 李立蘭 李立蘭 然後他的侄女 陳美婷 也都一樣私從陳立同 所以陳立同 收這個學生啊 好像還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就變成是一掛的 就是 家人呢 就最後就一起來了 那 指導的這個範圍呢 反正 都能指導 不管你原來研究的是 商商業的 WTO的啦 GATT的啦 刑事的問題啦 國際工法的問題啦 甚至台灣的選舉的 這個國會的席次的問題啦 通通可以指導 包山包海 真的是 你是 學問有這麼的廣 你的博士有這麼的廣 還是從英國回來的 都有這樣的一個習慣呢 你們的英國的學位 是不是也應該要被好好的檢視一下 打開 探索 謝謝 請 好 我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回到现场 关于谁是最大的谎言制造中心 就不能不提所谓的这个什么 事实查核中心 什么真相查核中心 这些完全靠着政府的力量绑住了脸书 前置了大家的言论自由 甚至还有那种网路共比的真相查核中心 那种东西还可以拿来当做某大教授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资料 这有点像我们去弄一个这个APP啊 然后不管哪里来那个讯息 然后大家来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有一些人就说是真的 有些人说是假的 有些人就去做啊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有那种APP啊 他们就弄出来 诶 这个东西是假的 所以这个东西又是假的 这简直是恶搞 完全没有学职 那中府总喜欢说人家不要说谎 然后现在警察局呢 很喜欢用这个设为法 然后就来说什么制造谣言啊 然后移送法办啊 可是谁是最大的谎言制造中心 从今年1月疫情爆发 真相爆发之后到现在 可能最大的谎言制造中心就在总统府 就在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怎么讲呢 我们最近看到几个东西 我们第一个来看 这个我觉得颇荒谬的 我们就用了一个好笑的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可能 我们没有对菲律宾人要不敬的意思 首先我认为 我们四十挑软的吃 这个是属于中华文化里面最恶劣的一款 那有一些台湾人身上呢 其实继承了这种恶劣的文化 他们对于菲律宾呢 是抱有歧视的 因为对菲律宾抱有歧视 这是不科学的 所以知道现在 台湾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坚持不普塞 然后进来的时候就是要居家隔离嘛 对不对 或者是集中隔离 好在过境旅馆 不管怎么样 只有对某一个国家入境的人呢 必须要做普塞 唯一一个人是谁呢 就是菲律宾 为什么要对菲律宾做普塞 理由是说他们的疫情很严重啊 那请问现在疫情很严重 很多地方啊 越南现在疫情也很严重啊 美国疫情很严重啊 日本又大爆发啊 对不对 欧洲啊各国啊 然后呢 你为什么不对他们做普塞 是菲律宾已经到了百分之多少 日本到了百分之多少 所以对于日本不普塞 对于菲律宾要普塞 你罔顾医界一再的呼吁 就是说希望陆境的人都做普塞 让他们自费做普塞 否则你不要进来 总有人会去承担那个成本 你是因为成本而不做 还是因为什么因素而不做 从一月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又研发出来这个 又研发出来那个 对不对 我们的检测东西很快又出来了 什么瑞德西伟的这个 自己的制程也出来了 蔡英文还特别2月的时候 发布了这样的新闻啊 还去药厂去看了对不对 去现场去看了 所以我们的国家队如何厉害啊 把自己的声量声望堆高了 陈时中像在你阿玛阿咒一样 那时候你如果讲陈时中一句的话 哇大家集体围剿 现在呢 我们只希望有真相 我们不要造神 所以走下神坛之后 这些人要放弃走下神坛吗 没有欸 你看喔 疫情指挥中心 在 这个礼拜啊 7月30号 讲一个东西 8月2号 什么剪彩 怎么样东西呢 这个标题是在 这应该是8月3号的新闻 讲这个吕飞台女 发烧返国确诊 然后7月到现在 28例 17例都在菲律宾感染 那其他呢 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地方进来 然后 经过筛检呢 不同的境外移入的案例 那都是因为住院的 才去做筛检的 或是自己自愿做筛检的 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菲律宾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一张图 我没有藐视菲律宾的意思 我们只是想要做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也许不当 如果不当的话 对不起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太传神了 这比喻是什么呢 就是 有人跑去钓虾场啊 或是跑去无锅鱼的鱼池 钓鱼 里面都是无锅鱼啊 并没有大鲨鱼啊 钓了半天 钓了十七条鱼上来 通通都是什么 无锅鱼 然后再想说 你看都是无锅鱼 无锅鱼大泛滥 你就在无锅鱼池钓鱼啊 就像你去钓虾场 如果你在钓虾场那个池子里面 看得清清楚楚 里面通通都是虾子 你会钓起一条无锅鱼 那也就蛮惊奇的嘛 你去钓虾场 钓了半天说 怎么钓起来都是虾子 你只有对菲律宾人做普塞啊 你只有对菲律宾入境的人做普塞啊 这是不科学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误导 好像其他国家都很安全了 就菲律宾有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另外一个问题是 瑞德西韦 我们前一集有讲过 因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说瑞德西韦啊 其实瑞德西韦到底这个药 是不是能够治疗 这个新冠肺炎 是不是能够变成是治疗的药 到目前为止没有 正式的医学报告 他只是在沙死病毒 在抑制病毒的方面呢 在某一个疗程里面有效果 他并不是治疗的特效药 可是到目前为止 在沙死病毒这件事情上面 他有他的一定的效果 然后说缺货了 缺货之后计算出来说 其实手上还有 台湾还有三百多剂 然后一个这个重病的 新冠病毒的重症患者呢 如果需要六剂来计算的话 大概还有五十几人次啊 可以用得上 所以没有急迫性 然后又说了 有一个东西叫做 这个蒂赛米松 可以拿来当替代 而且呢 就是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 讲的 他说啊 庄人想说 我们呢 认为还有其他的替代药物 那个就是类护唇的药 第三米松 这个药呢 非常普遍 不会缺货 大家不要担心 可是医生 很多医生马上就跳出来说了 不对啊 为什么现在医生都会跳出来说话了 有一个关键 就是大家看不下去了 忍不下去了 他说 一个是抑制病毒繁殖的药 一个是 让他不会发炎 好 内护唇嘛 就是抑制发炎的 他这根本是两回事 抑制发炎 他不只不能够互相替代 第三米松对于感染新冠病毒 使用 已经使用呼吸器的重症患者 连消炎的这个效果也很有限 而且你一旦内护唇吃太多 到最后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整个骨质疏松 即使能够痊愈 最后要面对更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常见的所说的 吃这个美国鲜丹的结果 所以谁是最大的谎言制造中心呢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说 我们真是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就是因为疫情指挥中心这样子误导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台大工卫 现在非常大声 非常大声 为什么非常大声 他主张要补塞 他主张不相信疫情指挥中心的判断 甚至在增未来的官位 跟整个晋升的道路 有人可能有志于总统大卫呢 就这样 请问我们的真相是什么 国家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真的要自求多福 应该讲真相 你应该讲真话的 我最近看到很多医界 有一些院长的选拔 还有一些院长现在难产中 原来这些院长 甚至这些医学院的院长 学经历都有问题 这也就是难怪 蔡英文的论文为什么没有人敢追 我们下一段进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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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觉得有品味才有品格 有品味才有品德 那反之一个人没有品德的人呢 它会有品味跟品格吗 我认为不可能 不可能的 那最近因为大家很有意见的就是 通姦除罪话嘛 通姦除罪话不是说 社会对这件事情没有评价 就是我们认为通姦是对的 通姦是不对的 你如果对婚姻有承诺 你就是应该守信的人 你不应该在婚姻之外呢 在另辟蹊径去搞外溢关系 没有人会认为说外遇是对的吧 只是外遇这件事情 是不是国家的力量要介入 法院要介入 检察官要介入 用刑事的这个责任来相审 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我接受 我也支持 赞成这个通姦除罪话 可是大部分人是不接受的 那通姦除罪话之后 事实上 也就是告诉大家说 以后通姦的问题 就去走民事的求偿 因为迫害家庭嘛 去走民事的求偿 但是不要再用刑事的方式 来威逼 这个爱情消失了 用这个刑事的责任来威逼 不能够把你的爱情救回来 家庭也一样 所以政府不再介入 公权力不再介入 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说 今天我们说一个政治人物 他总是在私德的问题上面 摆不正 你会相信他在 公领域的部分可以摆得正吗 他可以天天欺骗自己的配偶 他会在公式上面讲真话吗 我认为人都是一致的 所以凡是有通姦外遇的这样的人呢 我对于他的私德跟他的公领域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 清楚的界限的 我们不应该去管一个人 私领域的问题啦 可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界限的 而这个问题呢 向来我的感受就是 以革命起家的这个民进党 在这个领域呢 问题比国民党更多 国民党当然有很多私德败坏的人 可是民进党呢 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就觉得传闻就非常多了 从过去的他的历任党主席啊 跟发言人啊 其实我们听到太多的传闻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 党部也是 有人就是在党部里面呢 列宴 然后有很多参与党公职的这些女性呢 其实到后来到了五六十岁啊 都未婚 这些人比比皆是 为什么未婚 有些人结婚了 离婚了 那最近因为这个李后庆的问题 被踢爆嘛 因为呢 在标案上面啊 对不对 就被踢爆就是 他是所谓的御用评委 评审委员 然后他帮这个三立啊 他竟然有评过这个三百多件的案子 其中有一件 是在今年六月的标案 是故宫的案子 然后是三立标走了 评审委员是李后庆 他没有回避 因为他太太白书华 白书华 是三立的总经理的办公室主任 他应该依法要回避的 结果 这个行政院的这个 发言人啊 跑出来讲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结果我们看到行政院的发言人 丁怡明 受访之后表示啊 他说看到资讯啊 李后庆的妻子白小姐 他还不讲到名字啊 就白书华 是在今年三月才在电视台任职 因此之后关于李后庆评委啊 是否违反利益回避的事实认定啊 由这个部会的阵风人员啊 请这个李后庆及三立提供明确的资料 才做后续的处置 看起来就是没有违法 什么三月之后才去啊什么的 好 那结果呢 故宫怎么做 不是没有违法吗 结果故宫开了第一枪 解约 除了解约之外啊 就是三立那个标案啊 作废不算 评审结果无效 好 然后 终止啊 还终止啊 解聘了李后庆 所以李后庆再也不是他的委员了 评审的委员 那事实上呢 李后庆除了这个三年内啊 担任差不多三百多个标案的这个评委之外啊 包括林玉慧 对不对 现在政论节目的常客 然后 我们的内政部部长徐国勇 他在担任行政院发言人的时候的办公室主任 就是林玉慧 好 还有台湾观光协会的秘书长 罗琼雅 以及总统府发言人丁允公 好 这些人呢 都是常见的评委的名单 这就是御用的评委 还有邵立宗啊 从央广啊 到这个中央社啊 还有什么 市值查核中心吧 然后这些人好像也都跟心头壳有过关系 这样的一个管道来的 这些人通通都有官位 所以呢 除了评委也是有收入的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回到黄埔清神了 贪生怕死啊 请走他路 升官发财请进此门 而且有人就问我说 那五车 撕烟 数量很大 这个门 进不进得来 我就说关底的门很宽 当然开得进去 尽量吧 这个门很宽的 所以我们就查说 诶 等一下 行政院发言人说 丁一鸣说 这个白小姐啊 今年三月才去三立就职 我就觉得印象中不是 所以就查了一下 其实检索 那个 这个李后庆的妻子 白淑华的名字 就可以知道 2012年啊 他们被抓奸 所以李后庆跟白淑华 在2012年的时候 被李后庆的妻子抓奸 被抓奸抓到了 这个 当时的谢航廷啊 怎么说啊 我们请老婆进来 这个新闻标题 真的很有趣 谢航廷说 文版跟媒体来往 很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来往的 来往到 睡到床上去了 是用什么东西再来往 太低级的话 我们不要讲 这种来往是很正常的 然后后来小三扶正 李后庆跟白淑华结婚了 离婚之后跟白淑华结婚了 三立 主播 而且白淑华写过一篇硕士论文 这硕士论文啊 也很精彩 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解锁出来了 他写的题目啊 是台湾跨世代华剧 华剧 之畅销关键因素分析 用三立的戏剧 戏剧台啊 戏剧中心 三立有个戏剧中心嘛 就是戏剧的生产的中心啊 为例子啊 去讨论说这个 华剧啊 不知道这个华剧怎么来的啊 这个用韩剧跟华剧来对比 写了这样的一个论文 总共95页 好 硕士论文 他的指导教授啊 所以我们一查白淑华的这个指导教授的时候 发现说他的指导教授是台北教育大学的陈志改教授 然后他的口识委员呢 是一对夫妻就是陈志改跟他的太太 同时来做这个口识委员 就是这个白淑华的口识委员 那陈志改的太太呢是邱永廷 结果呢 邱永廷呢 自己因为论文抄袭确认 所以 他五年之内不能够送件 不能够再升等 然后被停职 连陈志改也被停职 所以这对夫妻 收了白淑华 然后论文过关 有没有问题 95页的硕士论文 光是你引用的资料 就不知道他实质上写了有多少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蔡英文的这个论文的问题啊 没有人要追查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从媒体界到政界 这些人的论文啊都不经查 查一查连他们的指导教授都有问题 这就是台湾的学术界 跟我们的媒体圈 还有我们的政治圈 那谁还敢去踩 蔡英文的论文的地雷呢 所以在这一次的 高雄市长补选的过程中 这个论文的这个地雷啊 是谁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绝对是民营党 我们下一段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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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所以李厚庆外遇白树华 三例记者 黄崇燕她的太太林秉怡也是记者 黄崇燕自己的学历根本没毕业 好 那林秉怡有去吧 台大国发说 陈明通的学生 民进党这群人 掌握所谓的总统府发言人的麦克风 这群人都喜欢跟记者搞在一起 然后我们的驻日代表 好 这个评语是什么 评语是很正常 很正常 好 我们再讲两对 其实还有很多啦 我们再讲两对 因为最近这个丁允公被踢爆嘛 一样是总统府的发言人 丁允公 被踢爆说热恋小他20岁的一个喜欢穿热裤的记者 叶树在他的小套房 而丁允公已经离婚 还跟他的前妻住在一起 为什么离婚呢 如果思德是这个样子 那请问他在公领域 他的表现是什么 我们自己心里可以有评价 我的评价就是 品位决定品德 品格决定品德 反之亦然 然后我们再来看林鹤明 另外一个 承认这个总统发言人的是林鹤明 热恋这个 也是一个记者 主播 美女主播 庄慧琪 也是三立新闻的 所以这东西有多密切啊 你是用美女阵仗去绑住整个政府机关吗 那林鹤明呢 也是 他在2018年呢 才刚又是绑首哦 考进了台大国法所硕士班 在职专班 指导教授是谁呢 再次的又是阿通师陈明通 所以这整个阵仗啊 这整个体系就是这么来的 贪生怕死啊 请走他路 升官发财 请进此门 这个就是现在的民进党 民进党迟早要出事啊 当然是迟早要出事啊 那有人就说 在这一串的这个立法员被抓这个过程中啊 有不少人帮 徐永明讲话 就说他只有旗约啊 他为什么可以被放出来呢 就是因为没有实证嘛 其实不是 我们如果看这个媒体的报导 因为侦查不公开啊 可是法官为什么让他交保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市政啊相对明确 所以没有串贡之嫌啊 没有串贡的疑虑 所以才会让他交保 因为 压人的主要的原因是 逃亡串政嘛 你的收政还不够齐全 怕逃亡串政 那有人说压人取贡嘛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逃亡串政 其实市政已经明确的就交保 如果认为没有问题的话 假官起诉起诉错人了 那照理说一次应该怎么样 无保释回 就让他回去了 可是他是交保80万 所以 整个时代力量啊 从他的崛起 因为一位年轻人在军中被霸凌 时代力量的崛起到今天 短短的七年中间 我们看他楼起了 我们看他楼塌了 徐永明也是被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离婚了 你知道在美国在台湾我不知道 因为有一些男人是很不负责任的 即使离婚呢 他也不见得要提出足够的赡养的担保 可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男人离一次婚的话 就像剥一层皮一样 可能就要破产一次 所以有人叫我去报这个某这个爆料大王 以及他所合作的这个班农啊 其实我都不想讲 班农呢 据说已经离过两次到三次婚 那他一路扶公职 这些收入啊 其实都可以查得出来的 那为什么 还可以一直维持在有声量 我认为行走江湖必须要 要有足够的谨慎 所以有一些事情呢 我们就看看戏就好了 不要太认真 然后仔细去看 这些爆料有没有内容 一次又一次的爆料 是不是有证据 如果你没有办法查证的 不是有客观的东西可以看到的 这些事情我都不会跟着说 那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看就好了 我不会跟着说的 所以我们回来讲 品德跟品格跟品味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体试用的 这东西怎么可能是可以切割啊 那至于丁允公 业述记者家 这代表民进党现在 在蔡英文身边围着的这群人 我认为他们在私德上面 以及跟你的职务跟记者 你的职务既然是跟记者接触 你就应该要保持距离 公私不分 好到可以滚到床上去 就这么来的 会不会被反咬 相对的这些媒体 为什么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你的独家从哪里来的 到最后连政府的标案都可以被影响 如果没事的话 故宫为什么要废标 故宫为什么要直接把这个李后庆的这样的一个委员的身份 把他解聘 怕瓜田李夏 瓜田李夏不是第一天了 我们可以理解 换党执政的时候 你当然会用自己人嘛 但 这就是我们整个政府的品格跟品德吗 所以我还是要用这个 美国大法官啊 他讲过的这段话 当我们今天的结语哦 我们的政府 藉由示范 教导全体民众 如果政府成为法律的迫害者 他将造成对法律的蔑视 引导每个人自己成为法律 会带来无政府的现象 岁月光与令人作为法律的作用 如果政府成为法律的作用 我们的政府 适当者们可以做到的 在家里发封印 如果政府成为法律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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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款 推出来的一个产品 那也很开心 云益生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刘玉成先生 远从高雄来到台北 请刘董事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律师还有那个各位官方大家好 大家好 刘先生呢 他跟美妙三咖啡的这个易董事一样的 你是来自科技界啊 他也是 而且也是IC产业吗 为什么会去研发这个产品 是有原因的 一开始是因为 结婚有了小孩之后 希望小孩子也有健康的零嘴 小朋友他在17年出生的时候 我们想说做一些小孩可以吃的健康的东西 因为我们原本就已经有做一些坚果类产品 我们想了很多种 后来就想说用我们最古早的一些零食 他的蛋白油脂都非常的好 其实一开始像爆米花方面 大家耳熟能详就是玉米 他也算是含有福质的东西 有些小孩他不能吃有福质 反过来就是说艺人里面 他是没有这个福质的成分 那其实我们知道玉米进口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黄区毒素的问题 艺人在选择方面 我们也是选他每一批进口 都会有检验报告的毛衣商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量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甲衣那边 也有跟一些农民在尝试去 契作 对 契作 太好了 这个才是真正在地的这个产品 对不对 而且台湾本地产的这个艺人 有一些成分又跟国外不太一样 好像特别好 台湾的艺人比较小颗 它的艺人脂的成分比较高 国外的艺人它比较大颗 所以它的艺人脂成分就没有那么高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比较大颗的艺人 看能不能做一些改良 让艺人脂也一样会高一点 有大又好吃的 OK 你今天有带来那个两款不同的艺人 对不对 其实我们觉得口味比较重 那个如果是白的艺人 没有再添加口味的话 大家就会吃的肉很好吃 一罐已经快要吃完了 可是你如果给他吃任何一颗有焦糖的 或是加了海盐焦糖之后 他们就会把白的那罐摆旁边 然后就把这一罐那个一边看电视就吃光光 这是我们家的老爷自己的现象 我就一口气把它吃光了 他就真的把它吃光了 它这个口味其实跟爆米花差不多 它又比爆米花多了一种不一样的香气 然后你特别讲究 包括这个砂糖 你就坚持要用台糖的砂糖 我要问的是这个制程 第一个 你坚持你的食材的拣选 你也有去做建议报告 无毒的检测 农药的检测 然后再来是研发这个烘焙的过程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 去芝加哥你会去买它的什么 爆米花 各种裹各种不同的糖衣 那我们知道它怎么做的 就是 奶油 然后糖进去融化 然后玉米 整粒下去爆 在搅拌的过程中 它的糖衣就裹好了 我知道你特别要为了减少它的油的成分 所以你做了一个比较痛苦的制程 那个制程是怎么做的 其实一般像外面印的爆米花 它都是用一点点是搬油炸的 就是加油下去炸 是 我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是 我先用传统 麦芳的方式先把它爆开 然后先进行第一步的过筛 传统的方式你爆 它有时候有些大颗有些小颗 您看我这个爆米花都很均匀 也是因为我有筛过 然后我再去进行裹糖衣 裹糖衣以后我再去进行烘烤 所以有三道程序 爆出来筛减 然后糖衣要制成 裹上去之后还要烘烤 是 因为你要让它有一个保存期限嘛 所以要减少它的水分 是这样一个工作 为什么要介绍这一系列的产品 台湾人制造的 台湾人去做的 是因为台湾人有品质有品味 我们对于食材的坚持 以及口味的坚持 因为能够经得起市场考验的食品 很多人就马上跟着会仿茂 其实创业跟创新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是你们品艺所原创发明的 这样的一个焦糖艺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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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